亲爱的小伙伴们,这里是小春电影,我是主播小麦,本期要和你分享电影,台思。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农村,一群少女穿着白色的连衣裙,踏着明快的乡村舞节奏,在草坪上欢快跳舞。 他们中间有个十七岁的女孩台思,身得秀气端庄,然而从这一天起,厄运就开始追随着她。 台思父亲说自己的家族是吉市民门德布维尔的直系子孙,有一位非常有钱的远方亲戚寄来一封信,希望台思能为她管好养机场,对方会支付工资并送一匹马作为报酬。 第二天,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,台思乘坐一辆旧车前往德布庄园,送信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并排站在路中央,哭哭啼啼地跟她告别。 虽然养机场的活儿并不算重,但台思从女佣这里打听到德布维尔,圆明斯托克,和贵族加戏并无血缘关系,这个名头是从别人手上花钱买来的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公子爷埃里克搞的鬼,从台思来这里的第一天开始,她就打起占女孩便宜的主意。 她为台思的美貌摄身吸引,想将她留在庄园,并且埃里克并不是一个正人君子。 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,阳光透过树的枝叶倾泻在地上,埃里克利用台思对她极有的一丝好感,强行夺走了女孩的第一次。 埃里克把她按倒在地上,用力将整个身子扑了上去,台思使劲挣扎着,脸上充满着痛苦。 四个月过后,台思对情妇的身份感到厌恶,宁愿背负失身女人的耻辱标志,也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时间来到麦田丰盛的秋天,台思忍受着屈辱,痛苦和世俗的眼光,坚持生下了埃里克的孩子。 可是几周过后,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,由于牧师拒绝给死去的婴儿下葬,他只好自己完成洗礼仪式,并偷偷把孩子围在教堂的墓地中。 几年之后,台思为了告别耻辱的过去,被锦铃香来到克兰尔山谷,在当地的一家牧场做起了集奶工。 在一次场主招待的午餐中,台思正在诉说自己对灵魂出敲的见解,年轻人克莱尔坐在另一头地听着,他对这个特别的女孩一见钟情。 克莱尔是一位牧师的儿子,他放弃了大学的保送名额,反而来到农场学习养殖。 此后,他利用各种机会与台思单独相处。 经过一段时间,克莱尔让台思重获对爱情的憧憬,两者的相恋,置如一切美好的爱情故事。 可当克莱尔向他提出求婚时,台思脸上的笑容转眼极势,他神情黯然地垂下了头。 克莱尔问他怎么了? 台思只说了一句,我不能做你的妻子。 因为他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,害怕克莱尔知晓后离他而去。 但母亲的来信则叮嘱他,嫁给对方是改变命运的机会,但绝对不能向克莱尔提及那件事。 几天后,克莱尔再次要台思答应做他的妻子,由于难以压抑内心的爱慕,女孩在惶恐与不安中,答应了求婚。 时间来到两人的新婚之夜,克莱尔的底宅喜气洋洋,台思戴上了钻石项链和衣服耳环。 克莱尔走到妻子的面前,似乎要把她无比美丽的容貌欣赏个够。 没想到,克莱尔主动坦白了自己的一段过去,曾和一个中年女子撕混过几个月。 还没把话说完,台思就给了丈夫一个热情的拥抱,表示对她的过去毫不在意。 而一直深陷矛盾中的台思,也借此机会坦白了自己不光彩的历史,并希望得到理解和同情。 可台思的天真,一步步把她推向悲剧的深渊。 一直将台思看作纯洁象征的克莱尔,听到妻子曾做别人的情妇并生下一子,当场愤怒地拂袖而去。 第二天一早,由于无法忍受妻子的过去,克莱尔提出和台思分居,并准备独自前往巴西生活。 在丈夫离开后,台思也只能回到家乡,在一家农业厂,干着重货。 这时,埃里克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,党得知,台思被丈夫抛弃后,她愿意给台思一家提供任何帮助。 而作为交换的条件,是台思要永远成为她的女人。 面对这个煎污自己的人渣,台思一口回绝,转身又回到干活的地方。 期间,台思还幻想能得到丈夫的原谅,她坚持给克莱尔写信,但寄出的信件,如是深大海。 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,台思父亲的过世,让本就穷苦不堪的家欲家风雨飘离。 一家人在祖先的教堂边上,拥有四根柱的床和围杖,搭起一顶帐篷。 交不起房租的母亲,带着几个孩子,在街头露宿。 扑予家人生气的奸涩,台思只能选择去做艾里克的情妇。 从此,她彻底葬送了自己终身的幸福。 与此同时,克莱尔经过一场失心的磨难,幡然悔悟,正在四处奔波,千方百计寻找台思。 她在海滨大道边,一座红砖白门的房前亭下。 随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,台思穿着一身华丽的公平装,直布在楼梯的中央。 面对模样大病的妻子,克莱尔显然有些惊慌失措。 台思,我来请求你的宽恕。 她检讨了自己的一切过错,当自己深爱的男人再次出现,台思又陷入了痛苦与矛盾之中。 镜头切换到卧室内,艾里克要求台思接近打扮,去参加龙中的商务宴会。 台思看到她手上切肉的刀子,眼神里透出可怕的想法。 我把艾里克杀了。 台思在火车上找到了克莱尔,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所作所为。 奇怪的是,克莱尔曾经对她的失真表现得异常惊慌,而现在面对真正恐怖的谋杀,反倒是无所畏惧,欣然接受。 接下来,两人逃到一处控制的房屋,在里面肆意地交欢,度过了几天的欢乐时光。 为了逃避法律的严惩,克莱尔带着台思开始逃亡。 无意中来到一座庞大的石滩仪器,克莱尔掺着台思走入中央,找到一块大石板,让她坐在上面。 离民前,四周伸起一片灰茫茫的雾。 克莱尔忽然听见马蹄声,抬头一看,出现了两个骑马的警察。 而另一个方向,在卧气中,又走了两个警察。 台思在睡目中醒来,得知自己将背叛绞刑。 她朝着克莱尔说了一句,走吧,我已经准备好了。 贞杰是对女人的一种诅咒。 埃里克和克莱尔正是两把利剑,共同扼上了台思的幸福, 使她的人生犹如昙花般短促,一路上充满了悲苦和屈辱, 最终成为丑陋与偏见的牺牲品。 观看电影解说,关注小春电影,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和评论。 我是小麦,下期再会了。